好,那回來,那歐聯現在就踢了,看看先,就踢了四場比賽啦,那結果是完全在意料之外的,那我都在這裡道歉啦,因為我呢,完全是猜錯了我自己,就是我完全,譬如最明顯的一場就是,呃,PSG對著巴塞啦,我以為是巴塞2比0,2比1這樣贏的,結果呢就被人炒4比0的, 我真的,完全猜不到,不過我看完之後,我覺得很爽啊,我自己又覺得,因為我討厭巴塞好久啊,其實,最討厭巴狗其實,我不怕得罪人啦,我真的很討厭巴塞,那,那巴塞是,你不,巴塞是,我覺得是輕敵啦,首先,那其實,它的狀態都是,不能說很差,但是它是,呃,不像,不像,不像一般那樣,因為,真的不像,呃,之前那樣啦,那我可能,一會兒會再說一下,那首先是,呃,巴塞, 就打這個,巴塞聖日二妹,那就是輸4比0的,就要比這個迪瑪利亞2比0的,梅開爾道,那接著就是這個,呃,奔菲加對多蒙特,又是出人,真是,又是,呃,想都想不到的, 1比0輸了,多蒙特竟然,我以為都是3比0,4比0的那樣談的,那我怎麼知道又是1比0這樣輸,我真的是,真的很對不起啦,就是,我覺得, 真的,其實很對不起啦,我覺得,真的很好笑,好於呀,我覺得,因為,基本上都是猜錯了的,就是這樣,那因為,為什麼呢,因為兩隊都是, 兩隊都是攻擊,沒有守 還有當蒙特就 例如王加馬德里可能是失很多機,但起碼贏得到 但當蒙特又是失了門前很多機會 他始終是把握不到,尤其是奧巴美洋那些 他12碼很差,結果1比0 但我先說了這個 王加馬德里對拿玻璃3比1,反勝 我又會說一下,其實他這次出了前面的3 不,這次王加馬德里真的踢得很好 其實王加馬德里 雖然3比1失了一個作客入球 但他整體上除了拿華斯之外,我自己覺得完全沒什麼問題 我自己覺得 那斯丹的防守意識和連接的控球率做得不錯 我自己覺得 還有前面的3個都打得不錯 尖士尤迪古斯,賓斯瑪和斯朗 我覺得斯朗這場是無球入,不過 看後面,我喜歡斯朗 不過如果客觀點來看 其實他這場無球入是很可惜的 他都失了不少機會 但他拉開的防線和擴闊 他這次又不是打中鋒那樣的 他多數在左路那裡 還有拉開兩邊,然後給波賓斯瑪那些感覺 他是很融合到,可以說是融合不到球隊 但這場又非常融合到球隊 不知是否是斯丹,顯靈 是顯神通 然後還有8人對阿仙奴 5比1 我還以為阿仙奴這次是有機會贏 但誰知道歷史再次重現 我真的有機會贏 還有我猜錯了 其實我這次甚麼都錯了 基本上沒有猜錯 我以後還是不要再猜 如果我買球的話,我正在輸 幸好我還未夠歲數買球 不給1 然後我還以為是 諾賓那些應該都入不到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的套路 就是推過去,然後射 應該防得住他 誰知道諾賓也能入球 然後還有湯馬士梅拉 我以為他都沒有了 沒有了 沒有了 然後最後又被他入了一球 那我應該是全部錯了 我分析一下這個 首先是巴塞對這個PSG 我自己覺得巴塞近期太依賴這個MSN 他勁起來的時候,真的很厲害 令到他防不勝防 令到其他球隊 但是如果1沒有狀態 還有 其實尼瑪沒有狀態的話 那美斯和蘇瓦雷斯都還頂得住 都是 靠兩個人打完整隊 那OK的 但如果3個入面 譬如有兩個沒有狀態的話 那他們應該就死定了 他們 還有他們 以往呢 他是中場連接前鋒 那些很好 他們做得 不過現在 今場 譬如 布斯基斯 印尼斯塔 不知為何會變成防守 這次 印尼斯塔 變成防守 他不是很會防守 然後還有 其實今場 我覺得 三個人稍微好消息 是尼瑪有少許突破 我自己覺得 尼瑪是不錯的 但是 不過 他們的確是沒有狀態 譬如 以往 我先講講斯朗 斯朗 可能經常 不會去壓迫對手 可能在場上散步 他現在也是這樣 因為是為了保留體力 那我突然間 但是 尼瑪不是的 尼瑪都可以跑得到 但是我看到尼瑪也是這樣 但最大分別是怎樣 斯朗 這個態度 都可以入到球 但是尼瑪就 走走走走走 譬如 他有一次傳球 然後失了 然後就馬上被PSG反擊 入了 但是 他都沒有再追回那個球 我覺得 完全是絕望的 這次 而且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覺得 一來巴塑輕敵 還有PSG的攻勢 我自己覺得 真的很猛 譬如說 那些防守中場 那些 完全是 卡雲尼 卡雲尼 都是事小 迪瑪尼 是關鍵的 對 還有 我想說 巴塞 那個陣式 都是好像之前那樣 但是 他是 發覺 他是比較疏的 就是 一層層這樣推上去 是 好像三四四 就是那些 但是 不過 今次 呢 巴黎 巴黎那裡 他是 排得很死密的 他的球員 就是完全是可以 可以見到 巴塑 球員和球員之間 就算踢到球 都可以輕易見到 他的距離是很遠的 因為他想 那一聲 完全是攻擊陣型 他那個 攻擊陣式 但是 比巴黎 就很輕鬆地 緊密地傳球 很輕鬆 好像 好像 打爆 打爆機 完全是很輕易地 入到的 那我自己覺得 就 巴塞狀態方面 就已經一般 還要輕敵 還要MSMO狀態 那就不太行 那我自己覺得 那肯定輸的 你這樣 沒辦法 對不對 那說到這裏 我想說 譬如說 這個 迪馬里亞 第一球的時候 都是因為 蘇瓦雷斯 那頭 這樣 縮一縮 然後才入球 我自己覺得 然後 尾斯 其實尾斯 其實尾斯 有一些日報 不知道什麼 每日體育日報 就給他兩分 我覺得其實 又沒有這麼差的 只不過是 完全沒有辦法 可以 回復攻擊 因為他攻得太扯了 很扯的去攻擊你 那你都沒有辦法 由中場那一邊 去給他 因為他的中場 完全是在半場之後 他的中場 是不夠時間 去馬上給他 這個MSN 我自己覺得 還有 尾斯 以往 譬如 尾斯 可以輕易傳球 給尼馬 和蘇瓦雷斯 是因為 尼馬和蘇瓦雷斯 在他前面 那麼容易傳 但是他前面沒有人 他要獨扭 那麼 最終導致 完全是 他是打邊的位 但是他已經 變了負責 恩尼斯達那個位 因為恩尼斯達 又一直縮後 變了做 這個 防守的中場 那布斯基斯 更加後 變成防守球員 還有你起腳那一下 又不抹人 抹得不積極 那我自己覺得 這個就是最大的弱點 巴塞 也是輸的關鍵 那你問我 他們 他們會不會下場 下場可以 反 就是可以贏回 那我覺得 不會的 其實這個 不是我猜的 很多人都說 不會 那我自己覺得 他們現在是 即是他們 那個狀態 開始急速地下滑 因為 可能 尼斯老 那其實 MSN裡面 三個就是覺得 蘇華雷才是厲害的 我真心佩服他 但是 有時候 沒辦法 他們那個策略都不對 那你 那麼厲害 都進不到球 其實 對 那好吧 那我們 就講下一場賽事 我自己覺得 要講下一場賽事 拜人對阿仙奴 其實我沒有什麼好說 因為我已經 有點失望 看到他這樣 拜人對阿仙奴 其實我沒有什麼好說 因為我已經 有點失望 看到他這樣 那拜人對阿仙奴 我始終 自己 那麼 他射完之後 柳亞又撲得漂亮 即是他是撲得到 應該不是說 山齊士射得漂亮 應該說他射得很險 那才可以破彈 那因為柳亞的氣場 是很大的 但是他是撲 我自己覺得 他現在暫時是最佳龍門 我自己覺得 最佳收門員 那他撲得到 然後 再補射 山齊士 然後打Q 不行 然後再補射 然後才能進到 我自己覺得 那還有 再講一下 這個 譬如諾賓 那其實他 我自己覺得 其實他已經一般 就是他的狀態 體力方面 但不過都被他進到一球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防守 就是 你看他過來 你應該撐他的 但是他不是 他都有迫 但不過迫得很輕鬆 然後最終被他進到 球 然後就講一下 這個 還有我覺得 利文道夫司機 這場是踢得不錯 除了 范哥的手球 在禁區 就是自己禁區 我覺得他是 就是他清了 不過他不小心 弄到自己的手 那我覺得 其實不應該判十二馬 我覺得這一球完全是 是 可能 怎麼說呢 可能那個球證 就同情阿仙奴 給他寫一球 那 還有 講一講 這個 湯馬斯梅娜 他是 好像現在 這季 這一季 入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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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 恭喜他 最後 撿回一球 因為 阿仙奴的後防出了問題 全球錯誤 因為他們已經崩潰了 文家都說明 崩潰了 全球全流了 然後被人 搶到球 再給湯馬斯梅蘭 向右 握了 防守完再 立即向左 然後射球 我自己覺得 挺好的 我覺得 拜仁會 在次回合 繼續 贏這個阿仙奴 是理數的 當然 但是 拿著贏多少 我應該都是覺得 大勝的 因為現在阿仙奴實在太弱了 看完這一場之後